新西兰Easter长周末用美食作为结尾再好不过 哈喽各位好我是木木爸爸Alan 终于又有时间更新个视频给大家 现在已经是新西兰时间晚上11点半 妈妈和宝宝都睡了 现在的生活除了每周4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在厨房和带娃之间 每天把小木木哄睡之后 绝大多数时候是起不来的 也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 没错 这就是现实版的30岁中年男人的海外生活真实现状 好久没有来圆圆姐家做客了 小木木应该甚是想念阿姨的厨艺 今晚呢就是实现天妇罗自由的一天 12岁的姐姐帮忙做完晚饭之后 还没拿姐姐吃 就一个人周日晚上跑去排练舞蹈 越是优秀的人越在努力而精致的生活 刚好用了一句话 人间值得 吃过大餐还有冰激凌 小木木可太喜欢了 城墙 Slide 态塔 干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